一会儿看着那下面的呢 都说儿型千里母丹有 母型千里儿不愁 阿姨的儿女 直到阿姨过世 都没回来看过她 哪怕一眼 今天是社区 找门来打扫的 邻居好多天 没看见阿姨出来减肺品 敲门门开 又闻到一股门 平时不一样的臭味 开门后才发现 阿姨其实 已经走了 听邻居说 阿姨每天减肺品 会减到很晚 没饭吃了 就会减剩菜剩饭 从来没有和外人说过一句 儿女的不好 就怕坏了他们名声 打扫的中途 我们还发现了一本 保存非常完好的日记 日记上面有一段话 瞬间让我们破房了 妈妈知道你们在外面很辛苦 都怪妈妈没本事 你们有啥烦恼 都可以回来跟妈妈说一说 妈妈做了你们小时候 最爱吃的饭菜 你们能回来尝尝吗 妈妈的世界很小 装的都是你们姐俩 你们的世界很大 不要忽略妈妈 好吗 老话说 只有瓜连子 没有子连瓜 瓜只有在灰飞烟灭之后 才会解脱了思念止痛 牵挂之苦 估计阿姨临走之前 都是孩子们小时候 围着她叫妈妈的场景吧 围园机上的不是报警 而是阿姨这么多年独居的心酸 我们把围园机擦干净以后 就仿佛阿姨 好像真的没在这个世界上 出现过一样 唯一留下的 只有阿姨那本日记 上面还写着 儿女最爱吃的饭菜 亲人的离世 不是一时的暴雨 而是一辈子的潮食 私人已逝 人生就和眼前的幽雾一样 蜻蜓一擦 所有存在的痕迹 都被抹平消失了 月权人不权 人权月不圆 趁家里的老人还在 多给他们一点关心吧 在外漂泊的你们 有多久没回家了 有没有帮父母做些家务活 如果你们也想帮着父母 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让他们轻松一些的话 那就点击头像 来我直播间吧 完成了